画面上可以看到行人行走在马路上显向环身 为了改善这个问题 市议员蓝敏黄邀请市长谢国良 当地的庄子豪里长、丁丽娜里长及台电公司办理现场会刊 包括公务处长陈耀川、民政处长张渊祥 及中正区区长郭鸿章等人都到场参与 议员蓝敏黄说 主要是向市府争取新设的人行道与部分路段的人行道拓宽 以提升新丰街的行人行走安全 所以也是希望我们市政府来帮我们协助 我们这边有让我们行人有新的安全 第一个就是新附体这边 我们要针对251项到162项来新建一个新的人行道 因为长期都没有 那这里的骑流高的差太大了 真的不方便劳劳富有行走 所以市长非常赞同这个路段来做新的人行道 那人行道的施作过程中 我们会考虑到电线地下化 还有部分的空间要规划做机车停车 这都没有问题 这细节的话我们会请公务处 会后再来推动 另外一个建议就是海中天到这个深溪路那一段 那一段十年前 张栋龙市长任内我就争取了 我跟市长配的很好 那张市长也把两车做的人行道 可是十年前只规划一米宽 那先发展到今天 人流车流一来一到 我们发现真的是不够宽 那定理长也建议说那个地方能不能拓缓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会纳入考量 那所以我们第一阶段 今年大概就是先针对新丰街的 人行道改善 大概这两个部分又先来处理 相当重视行而友善的市长谢国良 亲自到场会刊了解 也指示公务处尽速配合地方需求 来完成并纳入电感地下化 大家都看得到 我们今天现场来感受也 当然一般就知道了 但是今天这样稍微看一下 感受也真的很深刻 就是刚刚蓝预员所提的这个路段 251项到162项 就是你看在这一端没有任何的人行道 现在就看到那个长辈 现在就在这个跟车子在共到在行走 可以说是对他们的行走是相当没有保障 所以我想我们会尽快请公务处来协助 一定要把这一段的人行道 把它做起来 然后把电缆地下化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针对行人友善的部分 可以再多做一些工作 让新丰社区的孩子长辈 可以走得更安心一些 感谢一座这边有挣起到经费 那我们会就是朝着那个人行道拓宽的方式 来做 现有的陆幅大概可以拓宽到1米5左右 那其他的部分可能还就是要做一些机车的停车位 如果陆幅够的话我们会做一些机车的停车位 那现有的机车停车位可能会减少一些 可是我们会尽量做把机车停车位纳进去 那预有这个电线桿的部分 那也会配合台电来地下化 那我们会一并来找这个配电厂的位置 一并让台电来制作地下化的部分 让这个人行道的一个环境可以做得更好 维持这个人行道的通常 市长谢国良强调 公务处已经有初步的规划方案 配合人行道的建制 纳入电感地下化 跟机车停车阁一并进行规划 让当地的民众能够安心安全的通行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